大家好我是Mary 今天和朋友们分享这个花生米小凉菜 配菜呢是胡萝卜和芹菜 首先我们来泡发花生米 把花生米然后放入清水中冲洗几遍 然后加入调料放三瓣大料 加点盐再加点姜片 然后我们把盖盖起来泡发一许 第二天再把它给煮熟 现在来准备配菜 芹菜我们把它切成丁 切成丁了以后呢一会等待焯水 然后再来点胡萝卜丁 现在胡萝卜和芹菜丁都准备好了 把水煮开 下入胡萝卜丁 把它焯好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就OK了 这个软硬呢根据个人喜好 焯好以后呢我们放入凉水当中 这样子胡萝卜比较脆 接下来焯芹菜 芹菜大概不到一分钟吧 也把它焯好了以后呢放在凉水当中 现在我们来煮花生米 把煮泡一许的花生米水啊倒入锅中 水开了以后 再把花生米倒进沸水里头 这个花生米就煮好了 你看看 然后呢下面我们把花生米捞出来 喜欢硬花生米呢 那么就煮花生米的水开了以后 就把火烟掉 慢一点吃的时候拌 如果喜欢吃软一点 就可以多煮一下 这随个人的喜好 花生米煮好了 嗯 然后把芹菜放进去 胡萝卜 搅拌 OK 下面我们来放调料 首先放点盐 我这是海盐 season salt 大概一 teaspoon的盐 然后呢 我喜欢这个花椒口味浓的 放点这个花椒油 这是我之前炸好的装品的 然后呢 搁点生抽 再倒点香油 再淋上点辣油 加的油辣子也行 这个老干妈也可以 都可以 然后把它搅拌一下 这道小菜就拌好了 嗯 看看 早上喝点小粥 吃点小菜 啊 很开胃的 希望你喜欢 好 分享到这里 嗯 再见 再见 我们把花生米 装到 两个蜜蜂盒里 然后呢 吃个配料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花生米 胡萝卜 芹菜 小凉拌 嗯 早晨喝碗粥 啊 就点小咸菜 然后 非常下菜 下饭的 希望你喜欢 好 再见